這次拍照 大家好 我是演員楊誠 我在第九節課裡面飾演的是劉優 我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 然後我的主要的工作是修車當黑手 是紫尖叫 真的是我當下在車行上班 然後是我同學有看直播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修車 然後他先在班群上講的 恭喜楊誠入圍金鐘獎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 我更不知道今天直播 後來他就打電話過來 然後他說 楊誠你入圍金鐘獎 我直接不只尖叫 滿嘴髒話 然後噼哩啪 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剛好我的老闆 就是我車行的老闆 有看到我那個時候 就是知道我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覺得你很好笑 所以他就錄下來 所以我有在我的IG上面PO 就是很真誠的表現出 不敢相信 然後不敢自信的一個表情 第一個一定要感謝的是 在蒂格絕客裡面 一個幫助我很多的 我有一個partner 他叫林玉書 然後為什麼要感謝他呢 是因為其實我這是第一次拍 長的戲劇 現場有薛士林 有徐瑋寧 也有張錦蘭 哇 這些大咖明星 第一次看到這種大場面的時候 自己心裡是很怕 但玉書那個時候就 非常挺我 然後幫助我 告訴我 演員該怎麼做 因為他是很有經驗的前輩 那 他告訴我要 相信現在的狀況 然後要相信對方講的話 把對方的話聽進去 折出來的東西就是非常自然的 我聽進去就是玉畫了 謝謝玉書 我在那段時間的個性確實滿像劉優的 劉優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比較怕生 他比較不自信 對每件事情都覺得自己的錯 只要佔了百分之十 他就為百分之十道歉的那種人 但後來 心中會有一個成長吧 就開始會問自己說 為什麼我要為了百分之十道歉 也許是那個時候 角色影響我 也許是後來我成長 所以後來 的個性跟劉優就比較沒那麼像 就變得比較 更多的自信 然後更多的聽對方在講什麼 這對於演員來說是一個 奇異點 就是你必須經歷過這件事情 你才會把表演推進下一個 地方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蠻棒的成長 我其實辦那些東西是因為 小時候家裡是不讓我們買玩具的 所以我會自己做這些 角色的衣服 用紙箱 用EVA之類的泡棉來做 然後 雖然是 搞笑吧 想要搞笑 然後就會穿這些衣服 然後彈吉他 很像現在的抖音網紅 對 我是抖音網紅師組 你知道嗎 我真的超屌了 對我這種 還沒有那麼紅的演員 還沒有在金金哈頂的那種演員 修摩托車 或是我所有的做Tropper 我們做改裝車的 那是我對於我自己的一個 人生的第二種想像 那也是我一個興趣 所以我在前年還去年 就是加入了一個改裝車行 然後在那邊工作 我覺得那也不是一件壞事 很多都很印象深刻 對 但是 因為主要還是 我認真拍戲 就是 認真是接戲劇的 就是為第九節課 所以我指導的大咖 就薛士林老師 那 薛士林老師 但裡面我覺得 我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算是薛士林老師 就是你能看到他在現場 說從容 那不是從容 那是很自然的 那你說他的自信 那你說他的 對於那個鏡頭的位置 就是渾然天成 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而且最多的是他的謙虛 他是一個完全不驕傲的人 他也是完全的 會告訴你他在想什麼的人 我覺得他很棒 對 他算是我一個目標 就是一樣啦 誰都 哪個演員不想要 演一部電影 哪個演員不想要 有一部自己的代表作 所以 還是希望自己可以接到 適合自己的角色 那 能不能在這個角色上面 有更多自己的創作 有更多自己的作品 那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 每個演員的夢想